哈喽,我是詹妮 原本的五一计划是准备给学生 步步之前落下的课再出去溜达溜达 但现在只能人在家中做课从线上来 所以今天紧跟时事 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舞蹈在家怎么练 都能练些什么 如果练不好,影响有多大 OK,那我们开始吧 那对于居家能练习的动作呢 詹妮有三点建议 第一个就是静态的柔人练习 第二个就是具有素质练习 第三个呢是地面练习 那我先来简单说说 为什么很多舞蹈动作或者说芭蕾动作 它不能自己在家练呢 就算是老师在课堂里 我们有的时候纠正动作 也是要手摆着下面 然后眼睛看着上面跟探测一样 稍有不慎什么 就各种歪着乱使劲的动作就出来了 拿一个最简单的打一个比方 就是芭蕾的皮 看起来很简单呀 你就蹲了再站直 这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细说它关系到 我们上升4.600兆 肩膀有没有打开 脊柱有没有延伸 我们的髋关节的位置是不是对的 然后呢我们腿的态度 膝盖和脚先是不是方向是一致的 肌肉有没有转开 包括起和落的这个感觉 还有有没有倒脚等等 我还没有说完呢 所以你看这么多问题 这不是在家自己简单练 或者说灵基础初学者 小朋友就可以去做的 如果说自己在家练不对的话 什么他要去屁股乱势劲的 你一到课堂里老师一看 头更大了 这个错误的记忆更严重了 所以真的不是每一个动作 都可以自己在家来刻苦练习的 OK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第一个静态的柔韧拉伸 那为什么是静态的 而不是动态的呢 动态的比如说是地面的踢腿 如果说你的动力腿软度没有达到 翘着胖弯着膝盖 主力腿还带肠 那不是和之前一样吗 还是在老师没有纠正的情况下 是一个错误的动作 那静态的柔韧拉伸都有什么呢 比如说是横叉 竖叉 体前驱 压肩 压脚背 等等 这些动作真理基本都有出专项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跟着练 或者看看要求 那这些动作我们一定不要觉得 啊很简单 我已经学会了 我已经很久之前都会做了 最基础的动作还是最重要的 这些动作解决了往后再难的动作 那都不是问题 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成人还好一点 小孩子呢经常俩腿一打开 身体往下一啪 打功告成完成了 甚至开心的还能再看会动画片 那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这些动作一定还是需要我们肌肉要使劲的 不然你是控制不住你身体的 你是放不中的 而且你也没有练到该练到的韧带 或者说是肌肉 OK 那我们往后说 第二个动作就是肌肉素质练习 比如说是腹肌背肌 还有核心能力 或者说是腿的腿的能力等等 那这些动作詹妮也有处 大家也可以去跟着练 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不要什么 跟着脖子啊 或者手臂带着实践啊 之前呢可以做的慢一点 做的少一点 慢慢来一点一点去加强 那第三个呢就是地面练习 比如说是地面的勾弓脚 腿的外开练习 或者地面做做Plié 脚跳推一推等等 那这样呢地面动作 第一个专享练习 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 比如说勾弓脚嘛 找脚的知觉 腿的外开练习 找我们腿的感觉 再站起来做动作 会帮助我们很好地 找到身体的知觉 而且地面的动作呢 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帮助 我们固定住身体 比如说你躺在地上 你总不能撤屁股吧 所以说如果你专心一点 认真做 是不太容易出现很多错误的 而且还能很好地 帮助我们掌工 大家真的不要嫌弃 这些动作 很简单很基础 专业的演员和学生 也是经常做这些练习的 我们也不是一进教室 开始就一顿翻 一顿转 然后高难度的技巧 一顿展示 真的是万变不逆其中 OK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哪些 想看的动作和练习 可以在评论区里 给我留言 点赞高的 詹妮可能就会出用 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